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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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苏彌说频道 今天要讲一个叫做自行车的测量跟方言 来这边给苏彌做fitting 苏彌就会出一份报告给大家 会email给大家一份报告 里面有一些调整前 调整后 或者是你买车前会有一个建议的设定 还有建议的车架的尺寸 车架的几何那些数据 很多车友就会问苏彌说 是不是我把这份报告给车店 车店就会给我一台调整好的车 尺寸也对 设定也对 我说你做梦啊 那那么好 所以说为什么要提供免费的收入服务给大家 因为好人要做到底 在这个过程我协助你选择正确的尺寸 跟正确的装备 譬如说龙头 譬如说座管是属于哪一种 有没有后勤的 后勤的量大一点的还是一般的 然后再去柄要多长啊 你先买到对的东西 你拉到车就要回来找苏彌 苏彌帮你去调整 调整到位 依照苏彌的经验啊 99% 车回来都需要调整 只是多一点少一点 那曾经有车子回来 然后给苏彌确定 哦 这完全不需要调 原来是我们建筑系的学弟啊 建筑系也是有学测量学的 所以测量本身是一个专业啊 那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 这个基本的尝试 当然我们不会讲到那么复杂 我们就会教大家 因为这个工作量越越大了 那我想说 诶 大家也有那种需求嘛 也有那种想法 所以我说诶 我就拍一集 教大家怎么测量放样 但是呢 帮你服务呢 比较会你容易啦 假如你看了以后还是不会的 那你还是回来找苏彌好了 OK 然后等一下我就操作一下给大家看 好 来我们这边有看到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报告 像这里会建议说你买你的车架 上管长 立管脚 头管长 Reach Stake 那你用什么做电 然后你需要什么鞋垫啊 然后你上卡的话 你需要长轴的踏板还是标准轴的 我们都会写 好 那顺便会协助你去选对车架尺寸 好 那放样呢 诶 假如你要自己试试看的话 第一个A B C D A 是什么 坐高 B 是水平方向的伸展 C 是坐垫后对的幅度 D 是落差 好 所以这几个数据 坐高71 伸展空间67 坐垫后对的幅度21 然后落差3 好 那我们由图例来看 这边有A B C D 4个参数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要抓水平啊 所以你看这个车架 前轮轴后轮轴 我们要抓水平 我们会用雷射 或是用室内水平的空间 然后浦泡控食品砖 跟食材的地板是比较平的 那第一个先架水平呢 然后第二个先把坐垫的那个 BRP的位置去标示出来 我们需要一个7公分宽的卡尺 去标示那个位置 然后等一下操作给大家看 所以第一个座高 从BB的中心到坐垫BRP的那个点的顶部 好 这个座高放71 再来呢 坐垫前后位置 由A跟C决定一个零件嘛 所以A跟C先做 好 C Zero Setback 21 然后就锤线 它是一条锤线 我们可以用雷射 可以用千锤 没有千锤 没有雷射 你就拿一条棉线 把一根钥匙 但是你还是要卷尺 卷尺呢买公分的就好了 不要买文公尺 是音质的太多了 然后先放出来之后呢 落差先放 找一个水平基准 看是地板 还是雷射水平仪打的那条基准线 然后再去拉 从BRP到龙头把手交汇点 把这四个参数放出来 所以图力 ABCD四个参数 还有车架 那等一下我们实际上放给大家看 好 来我们来看 我们要测量一台车 车架的几何 我们可以查表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车架尺寸 车架上面都会写 其实上管是不太容易量的 因为现在上管都是下写 或者是现在头管都很复杂 那坐管也不是圆的 所以有时候会比较难测量 但是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是量头管 头管是比较好量的 量了头管之后去查表 那或者是车山身上 就会有SML的尺寸 所以车架尺寸呢 查表 就不一定要实际去测量 怎么去量龙头的长度 是轴到轴的距离 像顺便这支龙头就是11公分 那再来是把手的宽度 它的宽度呢 是尾塞的宽度 像这支把手就是 我有的时候不想站起来 我就量后面 这边是44 这支把手是比较宽的 这台车是我骑比较舒适的 所以把手用比较宽 齿比较轻 然后落差少一点 那我们在测量的第一件事情 要做什么 要做校准啊 要放水平啊 假如你的轮子是一样大的 那我们就是轮轴 所以后轮轴前轮轴 前轮轴因为是可调式的 所以我们以后轮为基准 好像这个是雷射垂直跟水平都可以调 好 这个上面有一个气泡的水平仪 它的精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给你先做粗条 然后你先放上来 要把气泡放在中间 那假如没有呢 就要去调这个角度 或是你有云台可以旋转 那通常雷射垂直水平仪用的 没有云台 那就是去调这个三只脚的高度 然后调到中间 好那再把它打开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你假如超过那个范围 它就有这个响铃的声音 就是响铃的声音 但我们通常不要让它有出现那个声音 所以会先校准 然后把它打开 那我们第一个要对后轮轴 后轮轴放在中间 然后再对到前轮轴 现在这个轮轴是不是偏低 所以我们把它悬上来 所以这是可调式前轮支架的功能 然后再回去 好你是水平的话 它是水平的平面 它旋转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基准的 然后再对到BB的中心 那有垂直就可以量Settle Step Back 我们有四个参数 一个是坐高的A 然后B是水平方向的伸展 然后C是坐垫后推的幅度 然后D是落差 好我们刚才有一个基准 是水平嘛 那我们现在还缺一个基准是什么 坐垫的位置啊 那我们看 先把雷射关起来 我们坐垫的位置 我们在讲怎么设置坐垫有一集 坐垫的设置那集有讲说 怎么样去标示坐垫的位置 我们现在量坐垫鼻头的参考性不是那么高了 因为坐垫的形式太多了 长鼻头的传统坐垫跟短鼻头 新式坐垫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标示新的那个点叫BRP 所以拿一个纸胶带 大约放在坐垫的中间的附近 然后拿一个7公分宽的卡尺 就来标示这个点 有没有这条线 我今天要量坐高 我今天要量坐垫后腿的幅度 我要量上半身的伸展 全部是可以参考这个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量了 把雷射打开 为什么要从非驱动车量 因为像XIMALO大盘 驱动车可能没有那个中心点 所以我们在非驱动车可以有中心点 但是这个中心点也很大 所以我通常会找这个接缝 然后拉到那个线 72 观察很重要 我们要从正的侧面去看 你只要你观察点有偏斜 你可能会有阅读误差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说A坐垫高72 那后退的幅度呢 所以我们只有记到0.5公分 所以21.5 所以就是四舌五入嘛 或者说你找最接近的 所以它坐高72.0 后退21.5 这个坐垫位置A跟C 决定坐垫位置 好B呢 从这个点拉到把手的正中间 所以我们从这边拉 好68 那这个数据假如说你选的车子大一点 龙头就短一点 那车子小一点龙头就长一点 然后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们都要把它放到我们要的位置 那还有一个落差对不对 假如你的地是平的 像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说要基准嘛 那我刚才讲说 大家可能一开始看说 兄弟我们家没有那个训练台 我们也没有可调式前的支架怎么办 你找室内一个墙角 那个墙面 那你把车子放在墙边 然后尽可能立直一点 那是不是我们将座地面是平的 跟大家讲 你的地面是石材 或是抛光石音砖 然后它的平整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当作是水平的 你假设你的地板是平的 或你就不需要这样子架起来 你就放在墙角就可以 那你只有直接用地板 当作基准线 好我们来量一下 尽量垂直 所以102.5 然后这边是多少 100.5 所以扣掉是2公分 所以没有落差只有2公分 其实 现在其实比较舒服啦 所以调这边就垫高 然后使用上升吧 不然的话呢 这边减1.5 这边再减1公分 所以2.5 所以2公分再加2.5 就4.5 所以原来这台车的落差是有4.5 那4.5也是还是不算多 因为它本身就是 endurance 耐力型的车 可是假如地板不平呢 那是有可能误差的 我们这边就 是不是有一条基准线 仪器至少比地板更精准吧 来我们来量量量看 假如是到这个上面的话 是够3 61.5 这边是59.5 所以还是2公分 所以这边是够平的啦 但是在过去一点 可能就有点偏斜 这地板 有的时候地方会凸起来 好 你们假如在家里面的话 你可以利用墙角 那我们有雷射的话 就会比较方便 这雷射不贵啦 你假如去五金行买 大概是一两千块就可以买得到 好 所以我们四个参数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最基本的测量就是这四个参数 好我们等一下再讲放样 好那我们来看这辆车 这辆车也是苏米的车啦 现在是苏米的设定 但是呢 我要借酒面骑 其实我们都是骑同样尺寸的车 都是配11公分的龙头 所以我的车是可以给它骑的 但是它的座高 跟它座垫前后位置是不一样 所以呢 我就示范一下说 怎么去把这个数据放上去 那当然假如你的龙头不一样长 我们也是可以更换 譬如说 你不确定你的龙头要多长 那你就把你的车架 试算表算出来是 比如说这个尺寸是4 那你就把这个车架拿过来 你先找一只10公分 那10公分是去常用的嘛 假如说 先把坐垫位置放出来 再去看龙头的长度 假如龙头的长度 不够长就只要长1公分2公分 太长了就缩短1公分2公分 那只要差太多 我们就觉得说 那个车架的选择可能不是太适合 或者是检查一下 你的放样是不是有错误 因为我知道说 这个是适合它 我简单的示范一下 后面怎么去放样 放样就是测量的反动作 就是实物变成数据 我们现在把数据变成实物 反动作 好 那雷射要校准 对到这个中线 可以看一下 它的后退幅度 21.52 这是苏米的数据哦 好 我们来量一下 这个座高是72.5 我这台车的座高稍微高一点 高半公分 好 那我们要给久面的数据是多少 71 好 我们先调座高 72.5 71 是不是在1.5 我通常会先做个记号 大约1.5 或是超过1.5 免得螺丝放松了 就掉下去了 所以我们通常会贴个贴纸做记号 螺丝放松了 来 把它降下来 好 降到差不多的位置 再检合一下座高 71 OK 这样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高度OK了 我要把它对整 有的时候会到后面去看 然后先用手锁 等一下我们再用扭力扳手去检查 再来呢 后退的幅度 后退幅度变成21了 因为我们 往下降嘛 往下降是不是 往前跑 就很接近21了 但是还是差一点点 就是尽可能的精准 刚才是21.5 现在接近21 但是还是差一点 大概差几个mm 我们就一样 放松 然后把它往前推一点点 21整 好 所以座管往下呢 setback C 这个参数会变小 但是还不够 我们就再做一点调整 到位了以后呢 可以把它锁起来 但是这时候我们 坐垫的角度也很重要啊 我们也可以 拿辅助的工具 我们可以用水平椅 这个一支200块 所以假如大家对DIBi 很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 像这支座管 要左右交替的锁 它那个角度 是可以调整的 有时候 光这个微调 会花很多时间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用扭力班 的时候去检查 因为调整的幅度不多啦 所以高度就不会变化太多 71 21 好 所以我现在 是不是坐高降低的 坐在往前推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是把数据变成15 这个就是放样 那你假如说 你家里没有雷射怎么办 可以用 铅锤啊 那你说我也没有铅锤 怎么办 好 有绳子吧 你去找一条细绳 粘绳 然后绑一根钥匙 然后我们一样可以放样 来示范给大家看 前锤也是可以用的 前锤有没有 好 所以 这个 后腿幅度 一样是可以用前锤 好 这样你没有雷射你就用前锤 这样OK吗 好 然后经过刚才这样的介绍 大家有了解什么是测量跟放样的吗 测量就是把实际的物体量出数据来 好 放样就是把数据放到实际的物体上 那大家不要指望说 测电可以帮你做这件事 书米简单的教大家 假如你可以操作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好 但是还是可以回来给书米简合一下 但是假如你觉得 你家处比较圆 你想要自己先调整呢 你可以先试着做 但是假如不会呢 不要一直问我 只要可以影片多看几次 只要影片看几次 你还是不会操作 你就回来吧 我要帮你教会呢 可能是有点困难 拍影片给你都没办法教会你 那我就帮你服务吧 所以 书米永远都可以为大家服务 只要我持续在这个产业 好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一次的预告 我们每一个月的 最后一个礼拜天的 晚上九点有直播 那欢迎大家 可以按时收看 那一个月只有做一次 那我们就多做几次的预告 让大家比较知道 那我们会在直播呢 稍微聊一些小话题 可能是平常做节目 比较不方便讲的小话题 周末上班之前呢 那可以给大家一起一个 愚姓节目啦 好 欢迎大家收看 谢谢 网友留言啊 叫书名介绍一下 平常在书桌上的这些书 我们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跟运动相关 另外一个是 除了运动之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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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